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 是去年总决赛的比赛场地 陈梦正式在这里完成了总决赛女单三连馆 在刚刚结束的女子世界杯上 陈梦又拿到了自己的世界杯手冠 带着冠军重回福地 陈梦也是信心倍增 我也知道对我期待很多这次 所以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化为动力 然后大家越多的期待 其实给我的这种自信心也会越多 去年在这里获得了总决赛的冠军 实现了总决赛女单三连馆 大家说这个地方是陈梦的福地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 去年在这拿了冠军以后 我觉得这个 当然肯定从一个地方拿了冠军以后 你肯定也觉得在这个地方 你心里会更踏实一些 所以我自己来说 这次要是再拿冠军 才可以说是真正的福地 根据国际平联的规定 每个协会最多只允许四男四女出战 中国男队派出了马龙 许新 樊振东和林高远 四元虎将出战 32岁的马龙是总决赛历史上 夺得单打冠军次数最多的运动员 今年他将向个人第六冠发起冲击 樊振东则是赛事的未冕冠军 许新和林高远没有参加威海的男子世界杯 这是他们近八个月来参加的第一项国际性赛事 我觉得还是非常兴奋吧 也是能隔这么久 也是再次有机会跟他们交手 我觉得在赛以前自己还是 在心理上还是调动得非常好了 也是去年也是来过这个场地 我觉得在适应场地方面 还是比较快的吧 就是整个场馆的节奏啊 然后球我觉得会慢慢去适应的更好 除了中国队的队员 国平主要竞争对手 像日本的张本志和伊藤美成 德国的奥恰洛夫 中国台北的林云如等人 也都相继来到场馆适应场地 等待着明天比赛的到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